最重要的是基本面商方面 基本面方面來說Nickel的漲價對比亞迪其實沒有太大的威脅性 對其他的車的如果用三元理電池就有了 比如說你看得到上年來講 GM就告這個韓國的LG Chemical 為什麼呢?因為他用三元理電池入面來說 電池是起火和起了十幾架那麼多 所以你用得到這些電池自然就一定受影響了 但是你沒有用這個電池來講根本就不可能受影響了 還有你看看比亞迪來講很簡單 踏入3月份3月份3月1日的時間來講 比亞迪最高是去到248個多的 但是比亞迪的A股是去到249個多人民幣 就算我們不要計算匯率也好 如果同一天這樣計算 就是說在A股市場的股價 比香港的H股的股價 是多了過二人錢的 我們不要計算這個港幣和人民幣的對算 只是用幣值多過二人錢 但是昨天下午1點正的時間 你看得到 其實香港的H股的比亞迪 比A股是跌了35元的 僅僅就是在7日之前 3月1日他們的差價是過二人錢 但是去到昨天中午的時間 差價是35元 有什麼理由會這麼離譜有一個這麼大的差價呢 平時你說如果A股高於這個H股 10元、8元、12元、15元都可以的 但是你說如果差價35元 就一定市場上有些人 就過分可能誤解了 過分驚慌了 是沽了 是因為怕的時間 是敢不斷沽貨 也都有可能就是外資 擔心就是 烏鵝的局勢拖累了 所以在外資方面來說 就有一個沽貨的跡象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長線的投資者 A股的比亞迪 和港股的比亞迪 你是承受著同樣的息率 同樣的派息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有這麼大的價差 其實是不應該的 反過來來說 平時的價差只有幾元的 今時今日 昨天來說 擦過價差有35元 其實是一個好的賣入機會 才是對的 要記住這件事 這只是介紹上市 介紹上市 不是說他自己 第一身IPO上市 如果你是第一身IPO上市 上面來說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正好如你看回去年 在11月份的時間 美國這個Vivian上市 上市的時間 一直升到一百七十幾元 但是今時今日 這些人跌回多少 跌回五十多元 你記住一百七十幾元 和五十幾元 這個就是第一上市 一上市的時間 上面是沒有壓力 因為為什麼 上面沒有人有貨 沽你的嘛 今時今日 在這個未來來說 就是介紹上市的形跡 就是說 他很多的股份 在美國自己拿著很多 是拿過來香港 如果你懂得瘋的說話 那就被人沽了 你記住一件事 今天來說 很多的汽車股份 都是上升的了 因為在ADR 你看得到了 無論是蔚來 小鵬 理想 都是上升的 所以你要看回 就是美股 ADR的價格 千萬不要 高追了 比ADR更加高 那否則的說話來說 很容易一追 你就坐艇了 但是整體來說 如果你用一個汽車股 長期的表現來說 其實未來的直播率 沒有這個理想 沒有這個比亞迪 因為最重要的一件事 未來 未來來說 都要受著這個叫做 汽車晶片的短缺 它的供應量 都不能夠 是供應得這麼及時 沒有比亞迪 就是說 晶片 汽車晶片 是自己做的 所以 他自己在這方面的執行風險 是遠遠高於比亞迪 ETNET 專業版HV2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悉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馬上申請